王老师,继续和您聊聊 我见到你有很多学生 你的学生都参加过很多比赛 也得到很多的荣誉,很多奖 我眼前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荣获全加州第一名一等 这个学生很年轻的 十年级 十年级的学生 这个比赛不是小学生比赛 而是艺术家比赛 所以是专业的艺术家 所有年龄层都有 所有年龄层都有 但是他就是一个十年级的学生 去参加和其他所有专业的画家 专业的画家比赛 所以他这个得奖 也得了1,500元的奖金 十年级等于15岁左右 14岁 他画了一幅,这是老太太 我一看以为是一幅相 原先,原来是一幅画 很漂亮,真的画得 虚虚而生 有神水 神态 那些画得相当好 你的学生都非常优秀 很多的学生都参加很多比赛 很多冠军各方面 我身边呢 你又带了很多不同的画 我可不可以逐一和我们 約两个介绍一下 这幅画是怎样的? 这幅画呢 通常我的作品是和一般的 传统的画法是区别不同的 因为我就想跳出一种 比较传统的格式 譬如一种传统格式 我游画就是游画 譬如我画角画 我是跟开这个是岭南派 什派什派那些 我自己自创一格 没有木木派 特色就是这样 就是我将游画和角画水彩画 三种的结合 角画它有一种意境 但是它就表达不到 色彩那么鲜艳出来 但是游画又太过真实 又没有角画的意境 那么呢 水彩画有一种近似于角画 但是它就有透明的感觉 所以呢 我知道这些都是半透明的感觉 这些薄布 所以这个薄布的水是凸出来的 透明的 整个好像是凸出来的 这些是角画的意境画法 但是我将它融合为 油画、角画、水彩画三合一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独創 在你身旁边也有一幅画 我看到好像有些水点在里面 这一幅也是我自己的独創 那这个灵感来源于呢 就是 下雨 下雨的雨点呢 在玻璃那里 那我就看法 有法了我就不如我创造一种 这样的风格的画出来 是自成一派的 所以 现在这一种的雨点画呢 外面就是 就是 我看不到有其他画家画 有一个呢 就是 是俄罗斯的一个画家画 现在 两个人 一个他一个我 那俄罗斯的画呢 他就是 后面背景的画 他就不是油画画的 那是印刷 他只不过是做表面那一层雨点 那我呢 我这个是全部画出来的 所以我给他俄罗斯的 这个呢 我还要更加是 就是 比较 比较 更加 更加 艺术重很多 是 亦都很精细 是 我全部画出来的 要恰到好处 这个呢 是分开 亦都分开很多个层次画出来 他有几层这样画出来的 所以 这个画的特点就是 从一个玻璃的 一个玻璃窗 有雨点 你透过这个玻璃窗 看到街景 还有颜色 他这个画的 表现的时间 就不是庞陀大雨那种 就刚刚雨过天青 又见到彩虹 很浪漫一对情侣 在巴黎那里 我创作这幅画的灵感 就来源于四月份的时候 今年特别多雨 在微信那里 那些人发现 我终于见到彩虹了 那我就由彩虹 就创作了这幅画出来 是 因为艺术家的眼光 可能和一般人的眼光 有很多时候都有一点不同 在艺术家的眼光里 可能你看到每一件事 人家看可能是很平凡的一件事 但是你可能就看到它是一幅画 甚至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幅 一个美感 然后你就把它刻画下来 然后就将当时的时间 那个情景画下来 就形成了你心目中的一幅画 所以艺术家就着着于自己的创造 和想象力 就是很多人 你看到微信的微信 有彩虹 彩虹就彩虹 所以就创造成这样 没错 在我身边这幅画 也有一幅画 就是 又是属于一种好像3D的画法 可以介绍一下 这幅画也是很特别的 这幅画也是3D立体的 它分开很多层 有五层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它一层一层一层地看下去 它都是不同的 就是里外是不一样的 有层次在里面的 前后这样 最大的特点就是这幅画 就是随着光线变化 那些颜色会变化 哦 譬如这幅画 就是变化的 就是在那些珊瑚那里 珊瑚是随着灯光的光暗 它是会变化的 哦 所以这些也是 亦都是我独创的一样东西 哦 是的 真的非常之特别 我看一般平凡的画 就是一个平面这样一层 很立体的 但是你细心看它真的是立体的 一层又一层 是一层一层 真是很精细 很巧的功夫 是的 好 黄老师 今次很感谢你抽白亡之中 抽空出来 和我在这边聊天 很希望有不久的将来 我们又会有机会 在这边你又继续和我聊天 指导一下我们 将你的学生的一些更加美好的作品 又带上来给我们欣赏一下 好的 今天很感谢你的采访和你的时间 多谢 多谢 Jackie黄老师 多谢大家收看 今天有三小天地 和你们暂过一段落 希望下一个星期同样的时间 在这里再和你们大家见面 多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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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